框线大概我们做出来就是几个 这个实现 按一下针对A1到G7 加红色 按下去变红色 加红色再变粗体 粗线 然后这样子 清除框线 这样子 那最后呢 如果我希望 比较特殊 最后一个功能 是什么 如果那个工作里面常遇到的 比如说呢 这一条线 我画双线 这一条线也画双线 其他就画 就是单线就可以了 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来做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希望画出来线是这样 有没有发现 这一条 跟这一条是双线 那其他的话呢就是照 一样的 那怎么做 如果我只是要针对 某一条线 那其实主要 你可以 了解 之前我也强调说 Bolder加S 那因为 Bolder实际上就是上下左右 它有很多条线 那你如果只要针对这个范围的 某一条线 你可以 指定哪一条线 去做什么设定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做 一样可以清除 清除框线 如果在做这个之前 请你把那个 下方这个说明好像有点障碍 有点碍眼 通常把它删掉 因为如果没有把它删掉 感觉好像 可是你删掉会有个问题 它会怎么样 按钮 变形 有没有发现 以后你遇到那个按钮变形 你只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把这些会影响的 先点右键 点右键就选取 再按Ctrl键 点左键 就是多选 这些会影响对 然后你按 再按滑鼠右键 针对这四个做什么 它里面有一个叫 物件的格式 这个格式部分 格式部分的话呢 可以针对它里面有一个叫 摘要资讯 那这个摘要资讯里面就是设定 这个按钮会不会随着什么 随着那个储存格里面 包含就是 它的列高啦 调整高低会不会跟着移动 预设是会 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 什么 改成大小位置 什么 不随储存格改变 有没有 点这个就好了 那如果你每一个都要 都要把它改成 不影响 那你就全部选取 按右键 物件的格式 有没有 选到了哪一个呢 摘要资讯这个 OK 然后选这个 就可以避免刚刚的状况发按确定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两列有没有 一样把它做选取 然后一样做删除 刚刚会影响对不对 现在会影响试一下 有没有 不过 下面刚刚没设定到 干脆全部设定好了 所以你干脆 就是 按Ctrl鍵 全部干脆选 然后选完之后 或甚至我的习惯 在复制之前 干脆你就先做了 不过因为我们刚刚没做 所以 这边就全部做 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 一次应该就OK了 因为这个全部都改完了 Deleteo OK了 有没有 它就不会动 所以多一个步骤 以后如果你做按钮 那个按钮会 就是因为随着 储存格 所以你要调整它的蓝宽跟裂高 它就会 造成这个错误 我们怎么做 做完之后来这样实现 那实现其实就一行 Range A1 到G7 点什么 Bolders 因为 Sales有Bolders物件 那Range一样可以针对它去做那个什么 做那个 物件 那这边的话其实只要一行 哪一行 就是这个 Range A1 到G7 这个范围 这指的是说你要设定格式化的范围 然后呢 点什么呢 点Bolders 其实这样 点 点Bolders 打一个B Bolders 这个指的是这边所有框线 点什么呢 点Lifestyle 之前我们有Color吧 当然你另外一个写法你可以Color的黑色 就是RGB 另外一种写法是 Lifestyle 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 画线 画线就连续线 可是一样啦 你像老师那连续线要怎么 输入那个 那其实就是 XL continue 不过那个 XL continue怎么来的 其实 一样嘛 不会 属性上面怎样 按F1 所以以后啦 很多属性上面你都不知道填什么 没关系 你只要记得F1就好 你就会知道填什么了 这不用背 里面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Lifestyle的超链 这边有个超链接把它点进去 它会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表格告诉你 里面的话呢 如果你要连续线 那你就给这个 如果你要虚线 就给这个 一直累退有这么多线 双线的话呢 就是XL double 我们用这个 XL continue 如果你背不起来的话 不用背 记得按F1 复制 就可以了 记得 这个可能多一个步骤 就是变个超链接 点进来 才会 进到那相关的设定 F1里面 所以 其实以后啦 你只要学会什么 学会那个属性里面 的使用 如果不会 你按F1就可以了 F1里面就有说明 好 那这个就连续线 所以 加上去之后的话 我们就有 第二个的话呢 是加红色 红色刚刚讲过啦 所以你就是color RGB 255 就是R 00就是红色 那出体的话呢 就是 多加一个 后面有一个什么 点 点什么 点位置 这边有一个属性叫位置 那位置是本来应该是什么 体重嘛 这个 不过他这边意思是他的出息啦 如果还是不知道后面加什么等号 没关系怎么样 移到前面F1 一样会给你参考 所以其实 很多那个物件啊 我本来都不知道怎么用 没关系嘛 反正你只要知道F1 可是大部分书里面好像都没有教你按F1 里面也没跟你讲什么 按F1 OK 所以你只要记F1就好了 点下去这个 里面的话会告诉你说 这个代表粗细里面呢 总共有四种Size 最细的是 最细的是这个 那最粗的是这个 所以我用粗框线 假设这个 那我就把它 Ctrl C 复制之后的话 再把它贴到这边来 贴上 这样就OK了 这样子出来 就会粗的线条 那清除框线的话 我刚讲过 你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用 点LightStyle 等于没有 或者另外一个还记得吧 点什么 ColorIndex 等于没有 这两种结果都是可以 怎么样 删除框线 那至于哪一种比较好 反正你记得起来都好 记不起来都不好 因为 不用特别去 止背啦 但是 我是建议 如果做过的这些东西 尽量第一个你要把它 放在你找不到的地方 以后可以尽量使用 因为你用久了之后 这些都不用背 慢慢就会 而且 还蛮常用到 因为我们输出表格 输出报表的时候 一定会先 去绘制框线 那就可以把这些功能 可以把它加上去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 比较复杂的 因为刚刚是 A1到G7 做什么 可是如果这一个呢 这个的话呢 当然 基本上呢 其他的线都可以用红色的 像这样子 可是只有两条线 哪两条线 这个范围的上面这一条线 跟这个范围的左边这一条线 我不是全部喔 我是 选取的这个范围的 有没有 这个范围的 上面喔 那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范围的上面那条线的话 特别是 匡线的设定里面 它有一个 特殊的做法 就是说 你如果要针对某些 某些线条做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先把那个 实现这个可以先 这个这个程式可以先把它call下来 先continue 其实这个continue就可以不用 这个颜色可以加上去 然后呢 这两条线怎么加呢 基本上呢 我可以先 先指定哪一个范围 A2到G 我先做这个 就是 A2到G 这个 A2到G2 这个范围的上面这一条线 我要变双线 那 叙述的方法就是 点什么 点Bolder 一样是点Bolders 可是Bolders有四条线 你可以在这边多做一个动作 前刮弧 有没有发现 前刮弧跳出来的话意思是说 Bolders里面有很多条线 请问一下 你是要指定哪一条线 如果你不指定的话 意思就是全部的线 如果你刮弧里面有东西的话 指的就是哪一条线 这感觉跟Sales很像 Sales如果你后面没有加刮弧 是所有的储存格 如果说你刮弧里面加一个位置 就是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也是一样 哪一条线 我要的是 它的上面那条线 有没有 这个 这个上面 A2到G7的 G2的这个上面这条线 那我就选什么 前刮弧 记得如果你没打错的话 前刮弧会出现 上面那条线 就是 XL Edge Top 上面条线 然后呢 你就后刮弧一下 剩下的都一样 我现在要双线 所以 点什么呢 双线就是LIFESTYLE 等于什么 双线 如果你不知道 请你在这边按F1 因为我刚有把它记下来 XL Double Double就是双线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我把它执行 上面这一条线 看一下 有没有 这条线就双线了 那这条线 很简单 其实你可以如果做这条线出来的话 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复制贴上 然后改什么 改A1到A7 这个就是A7 把它改A7 右边那条线 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 把这边后面其实可以先空格 空格 前刮弧 右边就是XL Edge 的什么呢 Write 对不对 然后就把它delete掉 这个 其他都一样 试一下 就这条线 试一下 这条线又出来了 OK 这个好像还蛮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这样画的话 你将来一定会需要 画比较不同的线条 那你可以把你要的线条的步骤 全部都写在这里 一键完成 所有的那个 OK 那这样的话就 试试看 那我刚刚讲的这总共有五个按钮 也都是在 试试码里面都有 有没有 12345 五个的话就是1234 然后五的话在这里 其他还有像针对上下左右 反正这个线条单独的都可以做的 非常的细 那这个我想请各位再试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刚刚主要是针对那个 画框线 因为这个也刚好是 之前同学 他学了VBA 觉得还蛮好用的 可是最后发现 他要列印出去 的时候 没有办法 他不会画框线 所以不会画框线 感觉好像最后 临门一脚 就插了一个步骤 所以好 那没关系 他就问我说 那框线要怎么做 于是他也可能蛮认真的 他也去找了一些VBA相关书籍 他去翻了VBA相关书籍 他居然找不到答案 那网络上你也可以搜寻一下 网络上其实好像也很难找到有刚刚VBA 怎么画框线的相关的补充资料 那当然 你想说 我怎么会 其实说真的这个东西 你如果要把它学会就是了解物件 的属性跟方法 那基本上我可能本来也不知道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利用 这个原理原则 再利用这个原理原则去把 你要的东西去把它怎么样 把它释出来 那属性不会没关 按捩不按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也是根据 我所认识的物件导向观念 而去 把这一个程式写出来 那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懂得这个物件的 属性跟方法的使用 基本上呢 可以 做出很多的变化 那因为 后面 所有的物件 它的原理原则 也都遵循 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所以其实 如果你懂得 去把这些再做延伸的话 然后后续还有蛮多 像 我们除尘格 范围 栏跟列 或者工作表 很多工作表 其实它的概念都跟 我们刚刚做的是一样的 只是说如果你要重复做的话 就是回圈 那要判断的话 就是再给一个那个逻辑判断 其实就可以 这里我想请各位试一下那个 框线物件